为国征战是每个运动员的最高荣誉 当康慨激昂的国歌声响起 多少年的血汗与泪水都在这一刻成为永恒 不过能代表国家队出场 看着五星红旗升起的毕竟是少数 转投他国也情有可原 然而如果是其他原因 就让人无法谅解了 任艳丽 1963年生于北京 原是一名标枪选手的他半路改练了垒球 威力大增 1980年 任艳丽成为国类球队队队长 六年后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 刀懒了本类打王和打击王的头衔 被誉为亚洲重套 1991年与1993年两届市警赛 任艳丽完成连桩 如果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 任艳丽成为中国类球界的传奇 只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 一个人的出现 却将这一切都打乱了 他叫宇金木妙子 时任日本类球队主教练 和任艳丽一见如故 不知道他给任艳丽灌了什么迷魂汤 竟然能让任艳丽放弃中国国籍 改籍日本 加入日本类球队 任艳丽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日本名字 宇金木丽华 把宇金木妙子当作母亲一般对待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已经转投日本的任艳丽 想要为他国出战 但遭到了中国类球协会的无视 这件事一直让任艳丽耿耿于怀 随后的曼谷亚运会 他扛着日本国旗出场 杀气腾腾 在小组赛中 任艳丽领衔的日本队击败中国 他放出狠话 在我们日本队面前 中国队简直不堪一击 在遇到中国队我们还是大胜 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 我相信我们会夺得最后的冠军 2004年 任艳丽退役后成为一名教练 三年后中国类球协会 向他发出邀请 希望他能来执教 成为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主帅 任艳丽一口回绝 最终中国队在家门口输给了日本 2011年 任艳丽被日本类球协会选中 成为新一任日本女类教练 任艳丽的父亲 任魏凯是一名抗战老兵 当年差点死在日军枪下 2004年 任魏凯病危 任艳丽回国探望 对于女儿子般种种 他至死都没有原谅